2024总统大选再度爆出了国籍的争议 除了柯文哲副手吴欣盈之外 赖清德的搭档萧美琴也被质疑 他过去就曾经说 如果自己放弃了美国籍 可能连在台湾居留都会有问题 疑似是因为当时没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对此赖清德进办发言人就澄清说 萧美琴绝对没有国籍的问题 在台上激情演讲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出席赖清德 全国金总成立大会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要为赖清德争取更多国际外交女性选票 但现在却爆出争议 国民党北市立委选将游淑惠 在电书投文爆料 2000年时萧美琴曾说 若是自己放弃美国籍 可能连在台湾居留都会有问题 而这疑似就是自曝 当时萧美琴只有美国籍 并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如此以来 萧美琴就没有办法参加 2024的总统大选 因为根据政府总统选霸法规定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或是因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都不得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萧美琴在此之中都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也从未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也没有回复国籍的问题 参选资格全部都符合相关规定 萧美琴爆出国籍正义 进办发言人戴伟山赶紧出面换家 不过被质疑的还有萧美琴在出身时 如果就具备中华民国国籍 那怎么会到2002年当选立委时 才第一次领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国民党完全是不了解法令吗 不是国民党是逻辑坏死 让一个没有放弃中华民国国籍的人 去提出证明 这是最恶劣可耻的选举政治操作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强调身份证是根据户籍法取得 跟国籍法无关 一切都是恶意造谣 到底萧美琴有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 能不能参选副总统 12月5号中选会就会公布各阵营参选人们的身份背景 符不符合参选资格 答案也将随之揭晓 记者综合报道